臺灣的貝寺在過去有八成都是瀟棄 中國比較多 如果最近這幾年 是因為它整個關閉加上中國 禁止淨口我們臺灣的東西 所以現在外省比例的全部兩趴 最近台南南海的蜜座在想吃 臺東海是輔導業者 跟這些蜜座瀟棄去日本 不過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挑戰 是要先度過疑問檢驗 一粒一粒八年 釋到發金的歷史正在阿伯裡面 只要飄用過海到日本去 加上空運成本 一粒在日本買台幣兩千塊 台南是全臺灣未做第三大三地 為了要協助雲町山蕭提升農民的收益 南華區農會選擇最適合的拼政 在中央協助集合外省日本 不過要先確保的四十四天 一點裡都計我們的檢驗 冷藏檢驗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未來的方向 可能就是在加拿大腦 或者是在日本 農業會這齊 過去水果 外省相過以來中 國大院的市場 一株外省比雷達九八勝 但是這幾年 疫情又加上金字 收益燈營素 已經存不到兩% 開頭其他外省市場 是這個要做的 不過台南市市場 日本已經變成臺灣新鮮水果 最大的外省國家 已經佔五成 農委會表示 在明年第一季 讓農產品山蕭理力的意見 增加日本的版本 繼續來溫國 日本市場 記者林前美中 志向台北報道